各位同伴大家好 麻煩我們先來做一個儀式 就跟這個圖一樣 就跟這個圖一樣 通常我在出座的時候都會做這樣一件事 就是會喊我們的team 然後我們大家一起喊拼的 做了一個開始 我們就喊拼的就好 今天我們就要喊一下 基隆焦點 為這次開一個訓練 準備好了嗎 走一次機會 錄影拍照 我喊基隆焦點 就好 基隆焦點 拼了 好有力喔 因為我聽了這個拼了兩個字 大家一定是用重新激起的精神 可以好好聽我這個 顯簡短短的分享 我是家裡 很開心可以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在刺功方面的故事 與其借我家裡請借我胖胖就可以了 因為 還好嗎 聽到這種話就是 叫別人叫我胖胖最開心的事情 還好啦 就會有一種莫名的虛榮心腿 最近瘦了 所以這是你的梗嗎 這是你的梗嗎 這不是我的 這是長期以來越來越瘦的感覺 哇 好好 所以國際之工會變瘦對不對 國際之工不會變瘦 國際之工都會變瘦 只是因為我個人很喜歡騎單車 那我剛剛講過 我去過了一些地方 那這邊大概有列出啦 右邊 那我去過 我自己當第一線的自工 我是去了屏東跟伊朗 那另外的很多地方 我單任的角色一般是 國際之工的領隊 那我通常帶隊的風格 跟一般的朋友不太一樣 一般的自工領隊不太一樣 這是我這次分享的一個組裝 那在一開始講 自工領隊之前呢 我們當然要看一下 下一張還是要 下一張 這剛好沒電嗎 What's that babe OK OK 那 我自己有列出 真的啊 我竟然是國際之工 可以嗎 可以了 OK那 我還想 為什麼會想要成為一名自工 自工 大家對這個 這兩個字 你為什麼想要去當一名自工 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幫助別人 謝謝 幫助別人 非常好 有興趣 有興趣 碰吐這種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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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概每次出隊前 我都會這樣問 為什麼想要成為一名自工 我聽到很多 有人跟我說 他想要逃避現實的生活 他想要去認識一群可愛的孩子 因為我的孤屋對象幾乎都是孩子 他想要認識一群新的朋友 這是我聽過最多的答案 大破 比較不一樣 我想要走的是 驗證一下我自己的能力 到了他 在我高中的時候 我是康普社的成本 那康普社很愛玩 團康 辦活動 幾乎都是在我高中的時候 就打下了一些基礎 所以我到了大學之後 我不太喜歡參加戲學會的活動 因為覺得 好像玩的都很類似 我想要走出一條不一樣的路 非常同意 謝謝 我也是 碰山康普社 對 碰山康普社 那 可能有一些 可能 前面的講者也有提到 像 人生總是會有一些機率 然後一些 氣力法則 會讓你的人生 有一些奇妙的事情發生 所以就當我回到我的母校 高中母校的時候 我在報告案上面 看到的這張行報 我在大學裡面還沒看到 可是我去到高中裡面 等校園也沒看到 帶著愛心去旅行 然後說 嗯 帶著愛心去旅行 好 那我們就出發吧 我就 享受了第一次 出發當自購的感覺 我第一次服務的據點 是在 屏東 反周 它是一個 以外配為主的 小朋友的地方 很多外配的小朋友 然後也著名的小朋友 等等 大家看到這個 應該看到出來是我 有覺得比較胖嗎 這是五年前的照片 那如果你有覺得這個比較胖 那代表我可能又 瘦了一點點這樣 那 當時候想法很簡單 既然 我是一名康府社的成員 那我有康府社企劃的能力 我有辦活動的能力 我有帶空康的能力 我有帶空康的能力 那我不如把這些東西 就融入在我的志工服務當中 所以當時候 我們的志工的 服務時間 我們下午 會有 跟小朋友一起的 整個團康 大地活動的時間 就看志工怎麼安排 所以我當時幫他們安排一個 大地遊戲 只有我這樣搞 OK 然後教他們打手語 教他們跳唱跳 玩真的很開心 然後 帶他們玩遊戲 這邊都是實際上的照片 然後玩完之後呢 再從學校 牽著他們的手 一起走回他們的家裡面 感受跟小朋友的溫度 覺得好棒 這就是服務的感覺 然後跟著 這一名座 最喜歡的小朋友 我都叫他小蘋果 小蘋果 我們就牽著 兩個人牽著手 這樣轉學圈 也很開心 他每天總是要 午休前 他都要找胖胖個朋友玩一下 這樣子 非常感受那種 從服務中得到的感動 是很快的 很實際 卻很簡單 你從來沒想說 你的服務 可以帶這麼巨大的感情 和感動 所以當時我後 當時我發現原來 我在這個社會上 我還能多做一些些的事情 也許就這麼一些些 不能多做一些些 結束了第一次的服務之後呢 隔了半年 我到了 宜蘭 這次的服務隊長 比較不一樣 也跟我後續的服務隊長 都不太 比較不一樣 我們服務隊長是身心障礙者 中重度的身心障礙者 他們也許看起來都是 爺爺奶奶 可是看到你之後 會講你們梗個兒 因為他心事年齡 停留在五歲六歲 是還沒有發展 我們 他甚至有些是自閉症的 還是我們什麼事都會做 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 陪著大家 有一個 我最印象最深刻的一個住民 我每天跟他做的事情 是玩剪刀、石頭、布 OK 可是不是這樣子玩喔 OK 是這樣子 剪刀、石頭、布 開始玩的時候 小朋友的發展還沒到那個階段 他就卡住了 所以我每天大概會花半個小時 就在那一個住的裡面 我們稱為住民 跟他玩這個遊戲 那時候我才感受到 原來出了陪伴 我真的一無所謂 原來陪伴 也許是服務裡面 最令人感動的事情 結束了兩次的第一線志工的服務 那 我被選上了國際直狗的領隊 有人說 冠冒是成年禮的象徵 所以我把 當作 成為領隊 是一種成年禮的過程 OK 所以我後來成為領隊之後呢 我開始在想 在國際志工這件事情上面 我還可以多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根據幾次帶隊的經驗 我大概把服務分成三個 三個部分 然後三個階段都好 第一個部分我把它分成 志工跟學員之間 志工跟小朋友的時間 所以在我的帶隊裡面 我會有很多的時間 讓志工去跟孩子玩 去跟學生玩 即便是上課 或者是平常的遊戲唱歌 即便只是在操場 陪他們一起用餐都好 我也享受看著 孩子有人陪伴的樣子 第二個領域比較特別是 志工跟志工 那在這個部分 我分成了兩個 一個是志工跟志工 我喜歡在我帶隊中 讓志工去回顧自己的生命 我會用一些心理學 引導的方法 團體分享 甚至是生命走人回顧等等 讓志工可以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他寫完之後 他會跟團隊一起分享 那分享這件事情很奇妙 就是 也許你在分享的過程中 你完全 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甚至別人也不太了解 你講什麼東西 可是很特別的是 你講完之後 你還會對自己的生命 會多了分離 你會覺得 對 原來我就是這樣走過來 那第三個部分是 志工跟環境 那也許這個部分不是 不是我對一線志工的期許 而是我對一個組織 帶領國際志工出去 做服務組織的期許 就是他必須要很關注 這個據點長期的發展 那也是我後續希望投入的一個研究的部分 而他只是我研究的興趣 不是我創業的主題 我希望他可以成為是一個 每一個志工去做服務之後 他可以看到十年後這個地方 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即便是陪伴也許對孩子 真的有產生的感應 所以歸納來說呢 大家看到這個是剛好 今年我所做給自己的一個回顧吧 回顧來說我大概 可以了解我 其實真的還蠻享受就是 剩我知道了 帶領一群夥伴出去做服務的件事情 甚至在服務的過程中 看到每一個地方不同的故事 再把故事帶回來分享給大家 發現我還蠻享受的件事情 第二個 我發現我更喜歡的是 在每一次的分享中 我聆聽了好多夥伴的生日故事 他們生命的經驗 也許聽到你都會流眼淚 可是流了眼淚之後 這些類似好像成為你的臉分 去滯讓你的生命 這樣你未來 可以去面對更多困難的一個武器 但其實講了這麼多啊 我最想講的也就是說 在服務的過程中 也許有機會讓你 看這集看得看清楚 所以我也希望 在未來我的團隊裡面 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小帆船的培訓團隊 有很大的一部分希望可以做到 服務這件事情 第二個部分是 在這個不斷鼓勵你 一定要向前 一定要向前 一定要向前的時代中 培訓你偶爾停一下你的腳步 回顧一下你 走過來的路 然後你會更清楚 你自己是怎麼樣的存在於這個時代中 你過來的路 是想要怎麼繼續走 最後的最後 大家所看到的這張照片 是我一次在菲律賓服務過程中 所拍照的 那當時在海邊 我總覺得好像要把這個最美的風景 帶回來給大家 所以 這張成為了我的 菲律賓故事的明星片 這就是我想的 我希望我可以到 而且我覺得那邊有個小台灣 每個都不行跟我差不多 就是我希望到每個地方 可以看到一些故事 把這個故事 帶回來有去下去 所以 如果你今天 聽我的分享 你覺得 有聽到一些故事 或是你的生命中有一些故事 你盡可能把它移去下去 這個是要給大家講的 那今天來分享時間有限 所以我們有很 針對我自己的 帶對風格 去做介紹等等 那 後面是我的 聯絡房子 如果 你有想要了解我怎麼帶對 或者是 做什麼 培訓之類的話 也許可以再跟我移動 我是胖胖 感謝你 聆聽我十分鐘的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現場的大家 有問題 我有兩個問題 我先問第一個 太深奧了不要了 沒有太深奧了不要 剛剛我聽到你說這次去菲律賓 對 我只想要聽一下 因為我 呃 在五月的時候我也去過菲律賓 但是我是跟我的好朋友去吃路旅行 OK 我們去馬尼拉 對 但是我們去到那邊才知道 其實東南國家都是非常非常落後 對啊 那我只想要聽一下 你去菲律賓到底是做了哪些 你去菲律賓的馬尼拉嗎 沒有 你覺得他落後嗎 我覺得 對啊 好 我去卡達拉拉斯 他是在北方的一個小島 如果你覺得馬尼拉落後的齁 他大概是馬尼拉落後的死輩 我們去那邊教學 我們去那邊幫忙蓋土地 核體 核體 因為他們只要一煙睡 小朋友就沒有入 可以去上學 那材料是什麼 石頭 我們在台灣圈口 缺缺的數字我忘記了 不高的錢 捐過去他們大概可以蓋一段 從那個櫃子到這邊的東西 那我們大概每一次進去的資工 就會蓋這麼多 那他是一個很長期的計畫 還在努力當中 好 第二個問題 我自己其實以前是看不成 所以剛剛那個非常同意 然後上大學之後 我也完全不想玩戲學會 我真的非常同意 完全是我的想法 我這裡完全不想玩戲學會 這個東西 那 那 因為我 我自己也有去救國團做過類似服務的東西 但我沒有拿過國際資工 那我想 我會一段問題 我自己沒辦法解決 就是 你去陪 假設你去陪伴那些小朋友 對啊 那你剛開始也是必須會跟他們 玩弄啊 讓他們就是 信任你這個人 然後你去陪伴他們 但是 你這個服務 其實都是一小段一小段一小段的時間 你還是會面臨抽離的時候 那如果一直這樣子重複的話 會不會把也是對他們造成一點傷害 比如說你跟他很熟了 你別賣了他 但是你過一次 你又抽離了 你也不是很長一段時間都覺得很難 OK 所以 我分兩個部分來回答 第一個部分我覺得 這就是我在乎的長期的建設器 我想沒有人可以當一輩子的志工 給在你的旁邊 可是 但是也許一個組織 他必須要擔起這個責任 他必須要是真的關心這群孩子的發展 這個當地的發展 即便志工走 他們還是繼續關心 這是我第一個 那你說 抽離的過程 抽離的那個當下 會不會有傷害 我想一定會有失落感 那 這種失落感有時候就會像 第二個 第二個回答 OK 回答第二點 這種失落感有時候就像 我們 就會有時候生命很累 我們走進去電影裡面 看一場電影 充滿著感動 你離開那個展場的那個過程中 你會不會有失落感 OK 那今天我們只是把 演電影的角色 我們稱為主角 到那個當地 實際跟他們演一場 實際配搬他們的狀態 還有 還有其他問題嗎 可能這不是商業啦 然後也不是政治 只是我個人的一個小經驗 那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可以送你後面前 你說 你剛剛有自己有看到說你想傳的這部品 所以你整個是商業還是只是一個單純的個人 之間的一個情況 我想要把它變成社會企業的這個概念 那我希望做的是培育高中生社團 就像我講的 康普社他有他的特色 那他的特色他到服務的這個當地 他可以做某些事情的發展 那如果我接著是別種社團 我可以試著讓他們去做其他類型的服務 那這是我接著想要做的這個事情 我透過給他們這些高中社團 多了一些服務的概念 幫他們找一些可以服務的機會 多了讓他們實際去做做看 做的過程中 我們就是我有引導反思的方法 去帶來他們的想 所以現在這個團隊就是一個 社會企業的方式 我們一直都是以這個 口號出啦 號場 謝謝 好 那我想問一個問題 不要太難 太難了 太難了問題就是 為什麼你沒有選擇這種狂 就是通常人家 就我之前看的時候 我學到一句話就是說 通常我們會願意給予的通常就是 如果認真往自己內心看的話 就是有自己缺乏的那一塊 那我不知道我現在自然問 會不會是有關於自己個人的事 那你覺得你在成長的過程中 其實你覺得有少了哪些東西 所以你想要透過你輸出去 這塊是跟這塊 這我倒沒有認真想過 可是我成長背景裡面 因為我每次都會 回顧自己的生命 ok 所以我也都會跟我的夥伴分享 所以我覺得這沒有手影之心 okokok ok 就其實我的家庭裡面呢 我大概國中之後 我就沒有跟爸爸媽媽一起做 然後我跟我姐 各大我五歲五歲 ok 所以如果 真的你剛好 這麼一講的好意氣 我會覺得 的確有可能我小時候 少了一些陪伴 有可能 可是我不確定 有沒有這麼強烈的理解 我是沒有因為這個點去做 謝謝 所以你哥哥 哥哥然後姐姐都各大你 對 我哥哥大我五歲 所以我姐大我十勝 那我可以去到網上問嗎 那除了你後來是跟誰一起 就是生活 就是 呃 我 我們家在台北有置兩個廠 ok 所以我是住 就是我爸媽 我哥哥 我爸媽他們是住原本的房子 然後他們上班的時候 會過去 我現在住的地方上班 然後晚上就離開 ok 然後我哥在新竹 然後我姐現在又回到家裡 最近 那我在最小時候 我爸媽他們是創業 所以他們那時候更沒有時間 所以你是被爺爺長還一直長大 沒有沒有 就是 所以你就自己長大這樣 阿上學阿 安全班阿 對 可是我倒是真的沒有想過說 我是缺乏陪伴 然後才去做 我沒有做過這樣的原因 其實我也只是好奇 因為我只是之前 就是自己看一部的時候 有看到什麼 就是通常我們會願意 對某一個領域和處處的時候 可能就是 可能覺得那一塊是你自己去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這個有沒有絕對的關係 只是我好奇而已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還有嗎 那可以看到我們其他的問題嗎 有啦 還有我夥伴沒有拿到這個喔 好 然後呢就是不知道大家 剛剛還記不記得就是 就是家裡一開始的時候 有把大家聚起來 我們一起喊的哪兩個字 我們一起喊的哪兩個字 PINNER PINNER 欸怎麼我幫他改那個 PINNER 對 就是很認認哪個字 那兩個字叫PINNER 那我不知道就是 我想要現在請大家閉上眼睛 3秒鐘 好 張開 然後 你覺得你剛剛在喊PINNER的那個時候 你的感覺是什麼 我相信每個人 對都有不可能 都有不一樣的感覺 但我覺得 就是 就是 他是一個很有力量的字 我不知道就是你會不會就是 就是 PUSH自己 就是在你自己覺得 很沒有力量的時候 然後給自己一些家裡的力量 這樣子 然後我相信就是 或許可以透過就是 家裡今天帶我們 講PINNER這兩個字 未來就是 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人事裡面 在很低落的時候 就是自己叫自己要PINNER這樣子 我覺得這兩個字 滿有力量的 對 謝謝大家的分享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就是 最可愛的小女生 謝謝 哈耶 好 給我們做一個比較簡短的